第0341章 魔灵湖 连破记录 在金银的记录石碑上留言 两人以这种方式对话 这时镇的人说不出话来 这也太凶残了 十亿应战 想来不久后就会感到 这让众人心潮澎湃 热血上冲 十分期待这一战 此地异常压抑 山门被十号一巴掌镇塌 青铜匾被化成鸡粉 这自然惊动了里面的强者 数十股气息冲起 魔灵湖是什么地方 七局有纯血生灵 可以号令乌鹰大荒 强势无品 平日间谁敢招惹 见到魔灵湖走出的生灵 漠不避退 大湖碧蓝 清澈而经营 在湖边那些宏伟的建筑物中 走出一些身影 他们面沉似水 多年来谁敢惹他们 这里是禁区 七局有天神的后代 从来不用派人守护大门 因为根本就没有 其他生灵敢接近 出现今这种状况很诡异 过去从未发生过 好歹 多少年了 都没有人敢踏我魔灵湖大门 而你却回我足山门 一个中年男子大喝 他是 十号 旁边有一个年轻人低语 什么 那个人顿时一惊 气息弱了几分 十号摸了摸下巴 突然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过去错过了什么 直到今日才恍然 所谓的太古神山 简直就是宝藏啊 这里有纯血生灵 可以猎杀 能熬炼成宝药 这里是虚神界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外界对应 能够达到惊人的效果 这里的宝药可滋养精神力 回归现实世界 则可反哺肉身 你笑什么 以为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吗 中年男子阴沉下脸 无比的难看 黄兜一战 十号斩杀碧魔黑铜珠 震动大荒 让魔灵虎损失巨大 那可是一个尊者 就这样被一个少年杀了 你是什么人 半人半虫吗 换一个纯血生灵来 十号道 对面的中年人脸色铁青 这是一种蔑视啊 根本就没有 将他看在眼中 对于禁区中的强者来说 这是一种耻辱 这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 没有人可以无敌 你身为人族 要懂得敬畏 这里是魔灵虎 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中年男子贺道 说得好 这天下不是一人与一族的天下 那我问你 当日魔灵虎为何去震慑五王府 逼走我祖父 更要震杀我 十号问道 他抄前迈大步 对魔灵虎没有一点好感 当即就出手 一掌向前拍去 乱石翻滚 大湖中浪涛惊天 那中年男子等人 全都亮枪倒退 一个个脸色苍白 这是他们躲避的结果 若是硬汉 肯定要吃大亏 多半会立刻见血 少年人你过了 就在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一头黑色的大蜘蛛出现 从湖边的宏伟建筑物中走出 接近纯血 十号凝视 即便在太古神山 纯血生灵也不多 大多都为血脉斑杂的后裔 尽管如此 神山中走出的生灵 也远强于外界 若是接近纯血的 就更了不得了 可以镇压一方 魔灵狐是禁地 不容亵渎 里面刮起一股狂暴 宛若一股飓风冲击 飞沙走石 墨盘大的石头 都被卷了起来 那头黑色的蜘蛛 体型庞大 黑色猪毛圣人 盯着十号看得不停 你先杀我足以为尊者 而金又来这里撒野 真是欺人太甚 你们魔灵狐 不是一直想除掉我吗 既然是仇敌 还怪我欺人 不死不休才对 十号冷审 他只身走进山门 来到大湖前 面对那一座 又一座宏伟的宫阙 感受到了一种 磅礴的气息 但却无所畏惧 杀 这头黑色的大蜘蛛 突然喝到 吐出一张灿烂的大网 与此同时 此地亮了起来 银色符纹密布 地上像是有 无尽的星河交织 要将十号困在当中 可惜 这样做无效 十号左臂一阵 发出灿烂神光 像是在燃烧般 让此地四分五裂 大阵瓦解 神之法器 那是天神山的祖传护臂 有人惊呼 十号的身上 有一件大杀器 现在被施展出来 在这里威慑 令魔灵狐很多人 十分忌惮 众人紧张到呼吸 都急促了 十号还未与十亿一战 便与这样的禁区 起了冲突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同样让人关注 说不定会更激烈 引发一场旷世大战 要知道 这些禁地最不好惹 身为天神的后代 天知道会留下 什么可怕的后手与底牌 吃 黑色大蜘蛛冲来 口中喷出一片符纹 化成星沙般的颗粒 腐蚀一切有形之质 可怕无比 十号冷漠相对 双手演化法应 震出一道又一道秩序符纹 将那些亮晶晶的东西 全部磨灭 万珠啊 震杀 对面有人喝道 十号平静相对 体内神兮演变 全部化成了神炉 令他自身也赤声了起来 宛若成为一座永恒神炉 轰的一声 烈焰腾腾 大火燃烧 那喷勃过来的 一道又一道珠网 全被点燃 光滑绚丽 而赤胜 十号大步向前 有人阻挡 结果被一拳轰飞 他与那头大蜘蛛激战 接连碰撞 火光与符纹一起迸发 扑 黑色的大蜘蛛倒退 不断咳血 他难以阻挡十号的脚步 少年人 适可而止吧 这里是禁区 是我魔灵狐的地盘 还容不得你乱来 又一头大蜘蛛出现 这是一头碧绿的生灵 通体发光 气息射人 跟一座小山似的 是一头纯血生灵 最重要的是 它头顶上空 悬着一件宝具 光束惊人 流转诸天奥义 隐约间有日月星辰浮现那里 这头蜘蛛很恐怖 绝对是魔灵狐一脉的元老 尤其是那件法器 给人很不好的感觉 让十号都心头一跳 法器模糊 被一个光团包裹着 十号仔细观看才发觉 那是一台阵棋 很快 他觉察到 前方的谷地气息 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干阵棋的控制下 雾矮弥漫 像是有混沌气散发 神明留下的大阵 十号吃惊 没有立刻应喊 哄 最终 一场大碰撞展开了 十号没有留后手 对方那里有神明法阵 他则动用了神之护臂 爆发惊天大战 任谁都没有想到 两位少年至尊还未开战 这里就已经先爆发了 这样的惊世战 格外的激烈 哄 大浪滔天 壁湖中冲起无尽的水花 各种纹络密布 交织成片 大蜘蛛碧绿而璀璨 催动震齐 以无上大阵镇压 可惜 他遭遇了十号 他开辟十大洞天 演化无尽神兮 超越极境 在这里可以称之为 屹立在巅峰上 这一战很激烈 那宏伟的建筑在裂开 有符文在磨灭 不断暗淡 这本是如同上古神庙般的建筑群 坐落在湖边 宏伟无比 而此时却失去了光泽 不再那么庄严 众人无不心惊肉跳 这也太吓人了 哄 一座宏伟的天宫炸开 化成积粉 第一重大阵破碎了 十号的神之户必发光 搅动起漫天风云 他神武无比 那头碧绿蜘蛛横飞 头上那个光团滚落 没入谷地深处 就此消失不见 他变色 那是阻气 对他表示不满 认为他不堪 丢了魔灵狐一脉的尊严 舍弃了他 十号几步就冲了过来 碧绿的大蜘蛛逃顿 结果还是没有能快过他 两者接连碰撞 血液溅起 扑的一声 大蜘蛛被斩杀 身子被十号撕裂成两半 这个结果震住了所有人 一头纯血生灵被杀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影响深远 少年至尊战位开启 就已经有超绝人物陨落了 十号出手 阵风那尸体 不曾想那尸体化成光雨 就要消失 他弹指 一根灭魂针飞出 扑的一声插进光雨中 啊 现实世界中 魔灵狐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 一头大蜘蛛的头颅炸开一块 不断躺血 在那里翻滚 即将毙灭 无声无息 一头金色的蜘蛛出现 取出一剑法器 快速镇压 定住了他的头颅 以无上大神通 射取出一道赤光 虚神剑 十号一领 他看到 那片光雨将熄灭时 又闪耀了数次 最终消散 不像是死亡 这让他心中巨震 大阵轰鸣 各座宏伟的建筑物发光 魔灵狐越发地恐怖了 波动若汪洋般起伏 咦 还有第二重 十号惊叹 不愧是出过天神的禁区 这里不止一座神明法阵守护 无论是谁 想将这里攻克 都会很艰难 够了 就在这时 一声断鹤传来 远方 出现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身影 横空而至 威严与强大无比 所过之处 群雄必退 令人一阵心颤 十一来了 他如一尊天神般 从天而降 浑身都在发光 强势而霸道 所有人都心头俱震 郑主既然来了 一场龙争虎斗不可避免 将引发一场惊天大波澜 十一 十六七岁的样子 发丝又黑又浓密 根根晶莹 在散发光辉 他皮肤如玉石般有光泽 一双眼睛深邃而有神 站在那里 有一种特别的气域 我的好弟弟 你的手可真不软 他平静地说道 第零三四二章 今生不坏 十个多年 发生了太多的事 两个少年至尊 终于在相逢 一切都变了 面对面利 相隔很长的一段距离 十一 英姿勃发 十六七岁的样子 比之成年人不矮 体魄修长而强健 一望之下 就给人以人中之龙的感觉 这个少年无比地稳重 一双眸子像是星河般 众铜闪耀 日月沉浮 甚至有混沌气弥漫 十号 相对稚嫩一些 长发乌黑光亮 自然披散在胸前与背后 眼神很亮 看起来很阳光 嘴角带着温和的笑 不过 此时却收敛了笑意 他很严肃 因为终于面对可怕的大敌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寻求超越 不错 十号很强 天资超绝 但毕竟晚修行几年 自幼到现在 一直在苦修 希望迅速赶上来 他深知众铜的逆天之处 从未轻视与大意过 见面的瞬间 两人相互凝视 眸子中 皆爆发出灿烂的忙 惊人之极 许多人都倒退 包括魔灵狐的生灵也都惊呼 闭上了眸子 迅速向后退去 所有人都很震惊 因为那两人间弥漫的气息 让人心悸 太古神山的生灵 都有点受不了 那里实在射人 枪 眸光遭遇 静若渐明 两者碰撞 爆发灿烂的光雨 如一道又一道剑气在冲击 铿枪震耳 尤其是实意 那双眸子 可怕得有点惊人 人们远远地看着 有一种面对太古深渊的感觉 灵魂要沉沦进去 明明在绽放光束 可是人们却觉得 如面对两口魔警 要将自己的灵魂陷进 众铜开河间 一缕缕符纹闪烁 一道道秩序神恋游动 让这乾坤都不一样了 再改变天地规则 隐约间 在那众铜中 有日月毁灭 有星河再生 充满了绝望 也蕴含着生机 让人如飞蛾扑火般 要奉献一切 这双眼睛太过恐怖 连王侯见到都要心紧 噗 后方 有很多人大口可血 那些都是高手 结果在那双瞳孔下 却遭受重创 承受不住这种威压 这令人骇然 他们处在战场外 只是受到了些许波及 就已经如此 那场中的另一个少年 又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咔嚓 站在最前面的几人 祭出宝具 想进行防护 不曾想法弃当场军炼 而后炸开 这个景象 让人毛骨悚然 那些人倒退 嘴角一血 心中有大恐怖 这一生都难以忘记了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就是仲童 在这里云对峙 造成了这般可怕的影响 场中央 十号毛子深邃如星空 她的确受到了冲击 对方的毛子吞人神魂 在眼乾坤 毁灭与星生并存 不知不觉间 十号的毛子变了 由深邃变得赤胜 瞳孔化成了道中 金黄璀璨 与此同时 她的神识亦如此 化成一口黄金大钟 悠悠而鸣 接着整具身体 仿佛也已经化道 成为道的载体 当 这一生中响 宛若从九天之上垂落 阵笼发聩 其音绵绵 远而轻裂 仿佛自神界浩浩荡荡而至 抵挡人的魂魄 这一刻 即将沉沦的很多人惊醒 全部骇然 飞快向后退去 当 又是一生道鸣 若黄中大吕 警醒世人 道波如涟漪 迅速扩散 在十号的双目中 各有一座金色道中 此时在窑洞 仿佛取代了瞳孔 变得赤胜与身不可测 让人敬畏 同一时间 他的身体亦如此 骨骼齐鸣 化作道音 如龙银虎啸 铿锵振耳 加持在道中上 震人心神 此时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王侯 便是太古神山的生灵 都要心折 十号年纪很小 可却有这等造诣 深如道中 心境无瑕 面对众童的压迫 对决比肩上古神人的少年 他依旧这般的从容与镇定 十号如真龙折服 尽力身形 在第一次对抗中 不若下风 要知道他面对的 可是最为可怕的众童之力 弟弟 你还不行 十一摇头 嘴角带着一缕冷淡的笑 道 我只是正常注视你 众童的威势还没有显现 这句话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所说是真的吗 每一个人的毛孔 都在巷里灌凉气 这若未真 众童到底有多么恐怖 这还用在战吗 简直没有一点胜算 想到他的可怕 许多人都生出一种无力感 不得不臣服 十号面色平静 就这样看着他 没有一点波澜 过了片刻 才露出一缕笑意 霞光一闪 在他掌心出现遗物 那是一颗眼球 出世暗淡 可是稍微经他催动 便爆发恐怖神威 震慑当场 众童 很厉害吗 我也有一颗 不过平日用来砸人 十号嘴角微翘 这般随意地说道 众人震撼 这实在令人惊悚 他怎妖也有一颗重铜 而且就这般拿了出来 根本不掩饰 这是一种无敌的自信吗 人们在惊颤的同时 也露出一缕怪异的表情 用神眼来砸人 当成石块鱼板砖吗 亏他说的出口 十亿很平静 没有什么喜怒 更无什么情绪波动 淡定无比 道 一颗神人眼而已 就是死物 难以展现十之一二的威势 众人惊叹 只有十之一二的威势吗 那颗眼睛 经过十号催动 分明已是气息恐怖 让人欲叩手 是吗 那就让我看一看 真正的重铜之威 十号道 毫不惧怕 弟弟 你想看真正的重铜之威 我可以满足你 不过在此前 你要接下我的考验 不然你没有机会 十亿带着一种轻慢 彰显自信 傲视对手 有什么 你尽管使出来 我一并接下 十号平静地说道 虽然小了几岁 但是气场一点也不弱 颇有军灵天下之事 好 十亿说罢 身如蛟龙 横空而来 一拳轰向十号 刚猛而霸气 一往无前 这是一种唯我独尊之事 哄 十号腾空而起 没有躲避 举拳迎击 这是实打实的碰撞 没有一点的花哨与虚假 这一刹那 两人间如一轮璀璨的太阳炸开了 光雨无数 冲击十方 这一次对决的力量太强悍了 仅一瞬间而已 四夜狂风大作 光芒如星河 符文交织如闪电 将此地淹没 轰隆 这里是魔灵湖 附近有静止 布下了大阵 但周围还是崩开了 宏伟的建筑物崩坏 观战众人 早已退得足够远 但依旧觉得进风扑面 符文若长虹 划过虚空 浩荡到众人的眼前 快退 人们大害 这还是化灵层次的战力吗 实在逆天了 令人心魂皆颤 忍不住悸动 光芒赤盛 那像是太阳风暴 摧毁了魔灵湖前的一块禁地 大裂风蔓延 宛若一道道冤赫 而湖边的几座石山 彻底消失不见 在刚才的拳风下 化成尘埃 可见这两人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当绚丽光芒散去 两人凝视 分别立在一方 那地面有很多崩开的裂缝 还有脚印 不多不少 两人都退出去了百丈远 这一击 他们平分秋色 十号震动 他突破极境 拥有最强大的肉身 这是他的底牌之一 谁能相比 不曾想 这个小哥哥的肉身 同样恐怖 不说其他 光是以肉身拼战 必将是一场苦战 对方不会比他弱几分 十亿面无表情 毛子更深邃了 他心中触动颇大 当年那个奄奄一息 生命衰竭的诱 不仅活了下来 还成长到了这一步 让他十分震撼 吃 一瞬间 两人移行换位 在空中激烈碰撞了数次 而后再次分开 留下许多道残影 快到不可思议 再次停下来 他们都面无表情 感觉到了对方的强大 皆无比严肃 十号 肉身晶莹 气息平稳 平淡无波 看不出什么 十亿 肉身泛黄 有淡金色光芒流转 一种恐怖气息在弥漫 让他看起来 更加强大与惊人 他得到了精神叶 果然有大造化 远处 一个如折仙般的白衣女子清语 看着十亿的淡金色躯体 眸子有惊人的光彩流转 似乎很吃惊 正是月蝉仙子 他也来了 看来 他在上古圣院收获巨大 得到了补天教了不得的东西 旁边 魔女也在清语 金身叶无比珍贵 纵然在补天教中 也是号称价值无量的神叶 每一代中 能仅有数人可以借此洗礼 而这数人处在不同的大狱中 因为这一大教是跨狱存在的 意味着一狱有一人 能被赐予这种宝叶 就不错了 换句话说 得到金身叶洗礼的人 必然敌传中的敌传 将来可能是一教之主 身份显赫而尊贵 魔女幸灾乐祸 道 姐姐 你有能竞争对手了 不要说你正在寻她 就是你不将她引入补天教 你们的尊者 也会将她渡回教中 月蝉仙子很平静 道 她是一个有大气韵的人 若是回归 我补天教 也许会再造一段辉煌神话 也说不定 未必吧 她若回教中 与你相争又如何 你们当中 注定有一个要倒下去 除非你 甘愿红袖天香 退居在后 留一段佳话 哼 魔女笑得很放肆 月蝉仙子没有接招 不理会她的挑拨 淡淡地说道 无论怎样 我补天教再增结出弟子 你接天教只能看着 此场比消 哼 场中 两人激战 又快速对碰了数十次 再次分开 依旧是平分秋色 嘿嘿 天狐仙子笑了 盯着场中的嗜号 道 看来她的肉身是自己修成的 我还以为她 得到过金刚叶的洗礼呢 我很期待 补天教的金身叶 与西天教的金刚叶 乃是名震天下的宝叶 经此洗礼 可拥有不坏之身 她的确是自己修成的 月蝉仙子一探 美眸中射出惊人的光束 盯着十号 芳心大受震动 第0343章 少年至尊战 这就有点吓人了 完全是靠自己修成的 她的肉身的多么的可怕 简直超越了场里 要知道 当今知识最强的 炼体宝叶就那几样 西天教的金刚叶 补天教的金身叶 名传各域 她居然一样都没用过 魔女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浓了 一笑亲人成 而月蝉仙子 则美眸射出惊人的光芒 仔细凝视 此刻 太古神山的生灵 也有很多感到 看到这一结果后 莫不心惊肉跳 这是比太古神情 凶兽 更凌厉的体魄 唯有突破极尽的金翅大鹏 真猴等可以图神的存在 在少年时 才能有这等表现 可到了尔经 这一世早已成为了传说 嗯 不是我教的金刚叶 这个少年了不得 远处 一个头发很短 身穿灰衣的苦行者自语 金刚不坏身 那是西天教中的极致法身 万劫不朽 死后不符 无与伦比 号称可以硬汉诸天宝具 强大无比 奈何 这种神叶非常难炼制 在那域外的祖山上 每年能从古池中诞生出数十滴 就不错了 灰衣苦行者 心中颇不平静 没有想到 进入荒域后会遇到这样 两个少年 着实都是绝艳的今天之才 哄 又是一声大碰撞 两个少年至尊间 爆发出今天的光芒 一个通体晶莹 呼吸平稳 一个浑身泛黄 缭绕淡金色光芒 气息惊人 这是神力的碰撞 也是符文的对抗 更是肉身的冲撞 针尖对脉芒 会心壮大地 两者针锋相对 结果势均力敌 无比的激烈 一时艰难以评估 熟弱熟强 一声咆哮 十号如一头小蛮龙似的 身体矫健 横空而起 满头黑发披散 眸光冷冽 气息强大无比 这与他平日笑嘻嘻 清秀的样子大不相同 现在异常灵力 血气滚滚 气贯长红 大战众统者 实意 也是神色冷漠 眸光如闪电般 不断划破长空 他还没有动用天赋神能 依旧以肉身 还有符文与之对抗 这一刻 他心头不宁 当年的诱饵 居然有了与他一战的能力 要知道 昔日那个孩子可是垂死了 被认定难以活下来 这一世 他是霸主 是绝代天骄 要主导荒域沉浮 坚信无人可敌 将会镇压世间一切敌 碰 两者拳头相交 各自飞退 那里神息炸开 霞光澎湃 如一片雷霆轰鸣 在虚空中爆出无比绚丽光芒 他们每一次交机 都如雷鸣般 力气地惊人 轰的一声 两人双腿碰撞 震得湖边的石山 轰然军裂 而后炸开 他们的力道太强烈了 让人难以想象 这一刻 各方大势力 如王侯贵族等 以及太古神山的生灵 更有欲外的强者 都在评估他们的肉身之力 仔细印证 皆已变色 朱强能够体会到 那种肉身之力太霸道了 足以磨灭符文的攻击 一般的宝树 难伤他们的躯体 这两人拥有 催枯拉朽之神力 这要是对上一般的修士 他们完全可以进行野蛮冲撞 可以瞬间 让群雄七零八落 冲击地鼓断惊蛇 我的好弟弟 你真不简单 修成了这样的宝体 这是打算肉身成圣吗 石一平静地说道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依旧在大战 横移躯体 快若闪电 并没有任何留守 对决还在继续中 你这些年虚度了 肉身经过洗礼 也不过如此啊 石号回应 此时他俯冲 居高临下 一拳轰杂下 拳头仿佛在燃烧 爆发出无尽的霞光 如一缕缕神艳在跳动 哄 石一探出手臂格挡 两者间神光万道 爆发出那股气息太刚猛了 下方的一座山体 当场密布裂纹 而后爆碎 与此同时 石一双臂脚缠 搭住对面的一条手臂 想要活活卸下来 很凌厉 石号冷哼 顺势猛砸 用力一震 摆脱纠缠 而后白腿 如风车般旋转 横扫他的腰迹 整条腿绷的笔直 如钢鞭般 带着符纹 赤胜光芒腾腾跳动 石一倒退 避过这凌厉一击 双方再次拉开一段距离 肉身成胜 这并不是一条无敌路 你若是既止于此 便没有与我对决的实力 石一平静地说道 石号比他小了三四岁 但是此刻气势上 却一点也不弱 甚至更强 非常地主动 扑杀至近前 浑身骨节劈啪作响 若道中在轰鸣 通体弥漫一层涟 大 石一迎击 与这个足地硬汉 两者间迸发出 黄中大吕般的声音 震动天地 这让他一震 石号神清气爽 骨节自鸣 如龙银虎啸般 通体发光 血气越发地浓郁了 完全舒展开了保体 攻击力越发强大 行与不行 以战来论 有什么 你尽管施展出来 这是石号的回应 我最大的弱点便是肉身 自古以来 天生重通者 都是体魄稍弱一些 大尔金却被我弥补了 我以最弱之向与你征伐 尚且平手 你还有什么资格与我一战 石一轻语 带着一种傲然 飞龄高空上 俯视着下方的少年 满脸的冷峻之色 说到这里 他浑身发光 气息澎湃 显然要动用禁忌的力量了 浮温如海般在沸腾 汹涌向四面八方 所有人都凛然 心头大震 感觉脊背腾起一股寒气 越发觉得悚然 的确有这样的传闻 众同者有天赋神能 一双眸子可开天地 可逆转乾坤 拥有无量神威 唯一的缺点是 肉身很难修到极致境界 当然 这是相对来说 并不是说他们肉身差 而是同眸子 比较的话 就显得弱了几筹 石一 天纵其才 他的肉身足够强大 靠自己也修到了极限路上 又以金身叶洗礼 突破极境 这才算真正匹配那双眸子 胜负不是说出来的 你尽管来 石一 平静回应 眸子内一片璀璨 瞳孔化作顶 在那里沉浮 一股大道气韵弥漫全身 我而今是无暇的 各方面圆满 我的好弟弟 让我来看一看 你其他方面 到底有多强 石一 眸光暴涨 自信而强大 哄 双方冲向一起 如两颗 从天外冲来的巨大星辰 爆发出璀璨的光 熊熊燃烧 而后撞在了一起 石一动用了一种禁忌的力量 眸子发光 一股可怕的神力 从眼窝中流淌而出 笼罩全身 那种符文无比的可怕 至于石号 则舒展身体 身弱保顶 容纳一切 心境平和 无喜无忧 晋升到了一种奇妙的境界中 这一刻 他的心境与原始真结中 所记载的相似 无喜无忧 动用了最原始 最朴素的力量 构建自己的符文 神息流转 在血肉中画顶 在骨骼中明刻顶纹 他通体无瑕 无尘无垢 心中空鸣而祥和 只想舒展身体 要打出一记最强神责 不是凡傲的大神通 只不过最适合自己的 反扑归真 画符朽为神奇 最后竟超越极境 打出了一道无与伦比的神力 哄 这一集 惊天地气鬼神 天风大作 地层崩 乌孝英 金乾坤 两者这一战力量太强大了 根本不像画灵镜 所能展现的实力 竟要突破这一遇的压制 晋升到另一镜 这引发了可怕的变故 天地紊乱 规则显化 秩序神练一条又一条 密布虚空中 宛若要降下神法 这 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惊呼 两位少年至尊一战 实在惊人 他们的力量太强了 刚才天地似乎都没有压制住 让他们暂时突破了 画灵镜的极境压制 那里光芒暴涨 物矮弥漫 两位少年至尊的身体 都在剧烈颤抖 最终皆横飞了出去 每一个人的嘴角 都有一缕血迹 揭露出异色 这一击 他们都受伤了 没有绝出高下与生死 我的好弟弟 你还算可以 再来 我看 你能接下几招 十一轻语 十号擦去嘴角的血 这就是众铜之力吗 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还有更多 可以让你慢慢体会 十一回应 他心头不算平静 对方竟抗住了众铜之力 此时 人们皆骇然 这两人的力量太强了 而这才是开始而已 真正的大站在后面 十一眸子中出现符文 若一部古经被打开 竟传出了诵经声 仿佛从那上古年间 跨越时空传来 这让人惊悚 所有人都心中头震动 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众铜也太可怕了 难道真是神人转世 携带了上古的力量 这个时候 十号通体越发地暗淡了 与对手相反 他收敛了最后光芒 身与天地相合 有一种朴素的道御 立在那里 反扑归真 可是隐约间他透发出的 潜在力量一样 可怕无比 仿佛一头折服的真龙 随时会一冲而上 穿破九天 这个时候 天地十分紊乱 那些秩序神恋不曾消失 刚才那突破限制的一击 似乎产生了莫名的影响 就在两人提升战力 将要动用大神通时 天穹上突然锐霞垂落 圣光涌现 降下一条金色的通道 扑展而下 祥和而大气 怎么出现了一条通道 天哪 这是什么 所有人都吃惊 不可思议地望着苍穹 第0344章 天空战场 天降锐彩 地勇甘拳 虚空生出清廉 异乡缭绕 芬芳扑鼻 这乾坤间一片色彩斑斓 祥和气弥漫 一条金光大道铺展而下 降落在众人眼前 从那里走下一道身影 威严而肃目 高大神圣 若寻天的真神 众人发呆 全都觉得口干舌燥 这是怎么了 虚神界怎会出现 这种异常状况 这种波动太剧烈了 干扰了此地 终止了战斗 这道人影立身在金色的大道上 俯视所有人 如上古的神明般 你们破坏了虚神界的平衡 若不停止 将遭惩罚 他通体都笼罩着圣洁光辉 说话时隆隆轰鸣 像是雷声般 震得人耳膜剧痛 众人瞠目结舌 通过这些话语 人们得到了一则惊人的结论 这是虚神界中的生灵 他在守护这片空间 这是 什么 想到这个问题 众人寒毛倒数 而后血液沸腾了起来 这实在惊人 简直要让人忍不住长笑 虚神界有自己的意志 而今显化了出来 相传 这片世界 由上古仙明所膜拜的神明 以精神力构建的 也有人说 这是成神后的世界 充满了神秘 在过去 有几人见到过这种场面 而今虚神界中的生灵出现了 化成人参 道出这些话语 实在是让人震撼莫名 金光大道直通苍穹上 透发着一股让人敬畏的气息 磅礴而射人 尤其是那条身影 宛若山岳般破人 他浑身璀璨 矗立在那里 给人高不可攀的感觉 再次开口 道 你们有几种选择 一是选择离开 二继续战斗 下圈被我驱逐 这些话语一出 令人惊悍 这两人超越极境 再站下去 将影响此地规则 与秩序神恋 产生莫名影响 对于两名少年至尊来说 这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麻烦 不管怎样说 令虚神界都要降下意志干预 让人惊叹 众人难以平静 这么多年来 有谁可以做到 让虚神界这般干预 这 令人无言 这是一种足以载入史册中的辉煌战绩 现场众人紧紧地闭着嘴巴 没有乱语 若非有一个如神一般的身影 在上方俯视 压得人透不过气起来 此地早就沸腾了 然而 人们心中也有些失望 少年至尊的大战终止 恐怕难以进行下去了 场中 十号与十亿都很沉默 一语不发 他们神色冷漠 依旧在对峙 还有第三种选择 那就是 进入天空战场 金光大道上 那道威严的身影 这般说道 这让人们心中一动 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为何没有听说过 许多人胡疑 此时唯有太古神山的生灵 心中矩阵 因为一些老辈强者听闻过 仔细回想后知晓了 那是怎样一种地方 天空战场 一条老赤龙自语 它是一尊纯血生灵 通体灿烂而赤红 龙身盘浮在云端 心中凛然 那是远古诸胜 及强者对决的战场 不错 神灵意在那里大战 远处 有强大的纯血生灵 轻语与异论 道出了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引发众人恍然 居然有这等秘谛 天空战场 是一片浩大的区域 位于苍穹之上 那是一片神圣战场 昔日最顶级的大战 都在那里进行 很多人都露出诧异之色 这两个少年 虽然号称至尊 但也只是对于同龄人而言 怎能同上古的圣人与神人比肩 虚神界的这尊生灵 要做什么 也太抬举两人了 天空战场 不光是上古大人物决战的地方 也是超越极尽的 生灵对决的场地 只是漫长岁月来 很少使用了 金光大道上的璀璨身影说道 声音轰鸣 在整片长空中震荡 诸多大势力羞愧 尤其是太古神山的强者 更是有些汉颜 在远古时代 他们这些族群中 还能诞生无敌至尊 进入那里战斗 可是时至今日 却连这片战场都快遗忘了 除此之外 同域外开启战端时 天空战场也是对决之地 那道身影威严地说道 神级擂台战 众人吃惊 而后震撼 立刻知道了 关于这个传说 人们倒是不陌生 每隔一段漫长岁月 都会有大狱之间的碰撞与较量 有绝世天才对决 据传 这是一批号称 可以成神的年轻人 他们征战的擂台 被定义为神级 原来竟也是在天空战场 提到神级擂台战 很多人都眼睛火热 因为奖励太丰厚了 只要能登陆上去 就拥有了一种资格 会被厚刺 说实话 人们对天空战场并不了解 但是对于神级擂台战 还是知晓的 有着太多的传说与诱惑 充满了热血与激情 据传 每道乱世 大狱间必有碰撞 各狱间会有神级擂台战 到时候 这可不是一狱争雄 而是多狱大战 神级擂台战 那是真正的较量 是绝顶天才的交锋 号称各狱间最璀璨 最热血 最激烈的大战 绝代神人 万古绝艳者 青世仙子等 都会登上这座擂台 到时候称得上群雄争霸 万花惊艳 众人烟能不吃惊 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黄域要大乱了 以此推断 说不定其他狱也有波澜 到时候 说不定就会有征战 一旦各狱碰撞 神级擂台战必将开启 那个时候 真正会是各狱瞩 群雄逐鹿 加力并起 诸圣转世之姿的年轻人显化 这一刻 虚神界的生灵 提及天空战场 这意味了什么 这是陈锋的神级擂台 将要开启的预演吗 所有人都心头俱跳 紧张又期待 十号与十亿 面对面利 相隔很远 两人面无表情 只有眸光弱心和流转 散发着射人的契机 天空战场非奥式 一遇的天才不能登灵 只要能上去都有奖励 金光大道上那道身影说道 不紧不慢地讲述 这道身影 透露了一则让十号与十亿 都心中一阵的消息 此前 他们用记录十杯对话 自然都创下了一些记录 那是有奖励的 可是至今不曾刺下 现在那道身影严明 若进入天空战场 所有奖励可以累积 最后可能会刺下一道厚礼 我想知道 你是谁 十亿平静地开口询问 这也让众人一正 屏住了呼吸 都想知道他的身份 金光大道上的高大身影 话语冷漠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波动 自我介绍 道 我是御史 虚神界也分大御 同现实世界对应 从其话语可以初步判断 他权柄很大 似乎很了不得 你有何选择 十亿很沉稳 一如过去的表现 并未因对方的身份而生据 再次开口问道 我是虚神界的一道意志 负责守护这片空间 他如实到来 而且 御史还做出解释 举例他曾驱逐过十号 这让人愕然 远处 熊孩子呲牙 邪腻了御史一眼 一点也不怕 甚至带着挑衅的味道 下一刻 十亿暗中与这道意志沟通 问他若进入天空战场 是否可以继续得到 当年的神秘奖励 十亿曾破可怕记录 得到过极其神秘的后赐 羽族人曾经私下议论过 不若于青铜神书 你若在天空战场战胜对手 可以赐予 这是御史的回应 几乎是同一时间 十号也在暗中询问 奖励累积 是否可以得到青铜书 要知道 他刚才创下数项记录 若在天空战场赢了对手 将有后赐 御史面无表情地说道 十号斜了他一眼 自语道 当年不仅驱逐我 突破十动天时 还想摊下我的奖励 不厚道 御史瞪眼 眸子中符纹闪烁 混沌气弥漫 极其惊人 这是诸神 以精神力所构建的世界的 一道意志 神秘无比 很多人都想了解 十号自然也想知道 盯着看了半天 最终 十号问了一句 道 何时进入天空战场 他知道 其他的问也不会有答案 与其如此 还不如关心眼前的这一切 同一时间 十亿也望向前去 眸光炽热 比以前多了一种灵力气息 还有一种期盼 似乎无比的渴望 想早一步进去 因为他想继续得到神秘奖励 尘封太久 一个月后 这是御史给出的答案 十号与十亿相互看了一眼 彼此都很沉得住气 什么也没有说 默默对峙 而附近的生灵短暂静 一阵低雨后 则彻底沸腾 尽管有金光大道上的那道可怕身影俯视 这里依旧一片喧哗 这是一件大事 注定会震动荒域 而这一切 应该只是一系列可怕风波的开端 因为 人们深知那出战场遇事了什么 金光大道消失 遇事不见了 而天地亦不再紊乱 那诸多的规则与秩序神恋 都淡去了 十亿看向前方 而后抱起 一步踏来 一条腿横扫前方的少年敌手 十号冷漠相对 从容应对于大开大河间浑身生辉 若大道载体 流转出的气息浩大 而深不可测 他们两人都控制了力量 没有突破 并展现出各自的极尽战力 不曾让这片虚空再次紊乱 这只是试探性的一战 不是决战 两人化成两道光 缠绕在一起 速度太快了 击战个不停 足足进行了半个时辰 最终 这一战落幕 两个少年至尊皆可雪 量强倒退 这不是决战 但是却令所有人都震撼 刚才的对决 令每一个人都心头悸动 自问上去的话 多半要立刻陨落 终于落下帷幕 所有人全都期待天空战场开启 那也许将是神级战的开篇 第0345章 暗部就班 火国 阻地 温度很高 热浪一阵阵扑来 这是一片大戈壁 仿佛要燃烧了起来 虽然寸草不生 但也并不算枯寂 这些日子以来人影绰绰 时常有强者出没 并且步伐于外的生灵 而另一侧则有金色的沙丘 地形复杂 原本应该很荒迹 但现在却热闹 因为太多的人来此试炼 10号回来了 一战落幕 他可雪而退 精神回归肉身 书弟睁开割眼睛 他面色有些苍白 这一战没有输赢 未分生死 在虚神界受伤 会作用到外界肉身上 不仅有所谓的反哺 便是受创如此 相当于真身参战 他深刻体会到 实意不简单 或许可以说很可怕 天生神人转世 名不虚传 他们真要站下去 皆动用禁忌大神通 决一生死的话很可怕 无论输赢 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真正的不适敌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是10号出世以来 所遇到的第一敌 你受伤了 大眼美少女 还有几个少年 露出关切之色 他们神色复杂 全都大受震动 因为刚才亲眼目睹了那一战 可以说 10号在虚神界 有绝世风采 光芒盖苍穹 他所向披靡 攻破羽足 这样的上古世家 打进魔灵湖 杀纯穴生灵 这简直跟神话般 在那里 这个少年有无敌气概 冰封所向 没有人可以拦阻 也许只有那个众同者 才能稍许阻挡住他的脚步 众同镇天下 这么多年来 不仅十国众人知晓 就是火族也都明白 那是未来的大敌 早已被皇族与王侯贵族等视为威胁 眼前这个少年失去了师尊谷 还能与那个天资惊慌欲的少年 至尊平分秋色 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实 火灵尔递过来一颗丹药 清香弥漫 在他晶莹的掌心中发光 若一颗宝珠般 闪烁出奇异符号 十号没有客气 接过去后 一口吞了下去 体内骨骼劈啪作响 若龙鹰虎笑 很快他的脸色便红润了起来 事实上 这些伤势难不住他 即便没有什么药伞 凭借他的体质 也可以迅速恢复过来 而今只不过更快一些罢了 十一这个人很可怕 一个月后 你有把握吗 火灵尔问道 是很厉害 都说众统可开天地 我很希望见识一番 十号答道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火灵尔问道 修行 十号很认真 神色严肃 到了现在 唯有努力提升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一战 他与十亿都掂量出来了 对方的精良 必然都要下苦功 事实上 两人都有压力 十号猜测 对方处在一个关键点上 这些日子都在诵经 散步 正在西纪圆满 多半走到了明文极尽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方多修行了几年 而仅有一种天生的心理优势 觉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现在西球更进一步 达至圆满 那么心灵也会跟着圆满 缺少破绽 到时候会更加自信 外界 沸腾 无论是石国 还是火国等 皆被席卷 荒域几大古国 都得惜了虚神界那一战的结果 议论纷纷 即便是太古神山 也难以平静 有成年的纯血生灵在谈论 两个人族少年崛起 竟然可以僻逆各族 号称少年至尊战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各方大势力 都有一定的压力 特别是一些太古神山与禁地 这本应是他们的殊荣才对 各地出现波澜 难以平静 各教都在议论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 便是域外的一些强者也都心惊 比如补天教 节天教等 但凡进入荒域的人 全都在密切关注这件事 尤其是补天教 一些高手其出动 寻石一与十号 认为这两人 与该教有莫大的关联 希望与他们对话 事实上 补天教 节天教 西天教等 都是最恐怖的大势力 远胜其他教统 他们若关注与迫切 足以引发大风暴 不过 他们并没有如此做 只是让进入这一域的人处理 低调进行中 外界纷纷扰扰 几大谷国不宁静 而两个当事人却很沉默 经此一役 始终都没有露头 皆暂时 从世间消失了 他们的人虽然不可见 但他们的名却已在传 隐约间可见 两颗星星冉冉升起 未来可能会震动荒域 石一从武王府消失了 一个人走在明山大川中 观飞扑落下 看夕阳染红半边天 他很放松 这是一种修行 只有他一个人沉浸当中 有极大的感悟 他早已闯进某一关卡中 目前所需的 只是一种心境的魔力 有时苦修 闭关等不见得是 最迅捷的途径 涉及道道与法等 那会复杂很多 于大荒红尘中悟道 可能效果更佳 在石一游历时 火国祖地中 火灵儿的一位老仆人 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在推测与分析 石一目前的处境 所言与真相惊人的相似 他已走到了那一步 十分可怕 而经锤炼心境 熬炼神志 这是一种积淀 光想一想就觉得可怕 老仆人是一位高手 原本应有很惊人的地位 但却敢甘愿为仆 守护火灵儿 他接着道 诵经 散步 这是对道的彻务 你不担心吗 还按部就班地修行 石号笑了笑 没有焦虑 也没有烦扰 很自然 道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都是在修行 可以于红尘中悟道 也可以在生死观中顿悟 各不相同 但目标是一致的 并不因因他看似超脱 走在一条光明大道上 我就需要改变什么 老仆人惊醒 这个少年的淡然 了物足以说明了一起 看得很清楚 知道该怎样做 不急不缓 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应对 是啦 他早先诵经 散步 超然事外的样子 也许就是 做给你看的 给你压力 火灵儿道 石号没有说什么 这种事不需要去猜测 他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石号言行一致 没有焦躁 也无烦忧 按照自己的节奏 该怎样就怎样 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大眼少女等几人为 石号探路 了解哪里有巨大的岩浆湖泊 哪些区域有强大的异兽 提供了便利 他现在需要神性物质 借此而迅速破关 几日内 石号再次捕捉到上百条羊鱼 金色枝叶灿烂 被熬练出来后 于化天碗中发光 他仰头影下 锤炼几身 感悟倒泽 他像是忘记了一个月后的大战 不去琢磨 不去思虑 心境很平和 按部就般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次的天空战场 将在化灵精那片空间 你应该想一想 如何应付 火灵忍不住提醒 各镜是相通的 明文镜的感悟 同样适合于其他镜 石号达到 这些日子以来 他进步神速 早已步入明文镜中期 感悟越发深刻了 开始了不同的尝试 再一次闭关 石号闭上了眼睛 内湿血肉与骨骼 他开始明刻纹落 与往昔不同 这一次 他神色肃目 严肃无比 在他的体内 神息如水 一会儿化成天剑 一会儿化成神炉 一会儿化成顶 不断地变换 每一种姿态产生的效果 也是截然不同的 神息化成天剑时 整个人气息破人 灵力无比 而当化成神炉时 则神力燃烧 通体潜能尽情释放 不断汹涌 当化成顶时 最后 所有西光都收拢了 他开始静心 而后全神贯注 他开始构建一头生灵 在其眉心 一枚符文出现 那是精神力在演化 不断闪烁 赤光如阳 最后淡金色光泽出现 于光团中挣脱 出现一头昆蓬 这不是无尽符文构建的 而是一缕神息锤炼成 很快 10号开始尝试构建 第二支昆蓬 他响如锤炼顶 中 塔斑 在血肉中将所有神息 可以随意地化形 化成一头又一头昆蓬 但是 这太艰难了 昆蓬是太古师兄之一 奇术号称盖世神通 至今10号并没有参悟透彻呢 事实上就是诸神在线 也不可能一眼就物尽奥秘 这需要时间去熬 去体验 就更不要说 将这种宝树浓缩 用最基本的神息 来大规模地构建了 这若是成功 一缕神息对应一头昆蓬 到时候 10号体内流动的 便不是最基本的符文 将是一头又一头小昆蓬 那时再以这无尽昆蓬施展宝树 那 简直不可想象 量的积累 到时候必然会引发质变 那种爆发出来的力量 一旦展现 必将是日月无光 鬼哭神嚎 人10号百般努力 也很难成功 因为昆蓬宝树 归结为一枚符文石 繁傲无比 简直比诸天浩瀚星辰 还复杂 一枚符文蕴含了太多了 那是无穷的变化浓缩的结果 10号促眉 这条路很难 它只能认准一个大概的方向 简单铭刻出一些粗糙的昆蓬 与血肉中构造 就在这时 地平线上出现一道身影 一步一步走来 这天地竟因它而鸣颤 像是在沉浮 给人以一种很奇异与可怕的感觉 怎么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人 10号睁开眼睛 狐疑地看着 父皇 在地平线上 火灵追来 口中这样呼唤 咱们 帮忙 去 叶子